大家好我是周明轩 大家好我是张文婷 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是有关于DFC全球排同行动挑战的说明 首先我们的问题是关于学校篮球场加入过后垃圾散落的问题 等一下我们会绕着校园然后看一下我们的篮球场 还有我们乐筒的位置 好我们先把镜头转过去 因为我们常常在骑医来到校园的时候 经过篮球场会发现垃圾片布袋篮球场各地 而且数量非常的多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我们做过活动之后的干净篮球场 我们会做这个活动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在来上学 星期一时总是会看到许多的垃圾散布在篮球场上面 可能是来打球啊 接下来打球来活动的民众留下的 所以我们想要改善这个问题 我们在环绕校园的篮球场的时候发现 其实学校所摆设的垃圾桶位置 并不是那么容易就被大家看见 这里是我们学校的篮球场 这里是我们学校的篮球场 现在目前看起来都还蛮干净的 然后这是我们以前摆放垃圾桶的位置 它其实在满边边的地方 所以我们就尝试想解决这样的问题 然后我们想出了一些计划实施 所以我们觉得我们问题的第一个是 垃圾桶的位置不是那么容易被大家看见 然后有些人可能因为垃圾桶离篮球场的位置有点距离 然后所以因为做训 所以就把垃圾留在原地没有带走 所以我们就想说我们可以改变垃圾桶的位置 然后来解决这样一个问题 还有我们发现大家都比较 会散落在篮球场边的 几乎都是大家带来的饮料罐 宝特瓶之类的 所以我们也想说要用使用海报 来告知垃圾桶的位置 以及倡导 以及倡导饮水机的位置 这是我们的海报 我们完成它之后就把它贴到四个框架上面 因为篮球场住是人们打球 或者是要喝水的时候都会看得到的地方 算是比较显眼的位置 原本我们预计篮球场做一个礼拜 便会成功 但后来我们发现一个礼拜的成效 并没有很大 之间我们又去做了图书馆的 但在图书馆做完之后 我们发现篮球场的也成功了 所以我们还是 我们就拍了篮球场的 另外图书馆我们也拍了另外一个我们做的计划 现在我们想先去逛一下 学校图书馆的垃圾桶周边环境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